在今次的區議會選舉 我都有份參加收盾選區 不過我就今次落選了 在今次選舉的經驗裡面 我們灣仔起步 最初的成立其實是希望可以 找一班志同道合有相同理念的朋友 一起去參加整個灣仔區的選舉 我們總共有10個成員 分別在10個不同的選區 今次的選舉有6個成員進入了區議會 選完區議會之後 我們大家去討論檢討之後 發現了其實其中一件事 發現選民在灣仔的增幅不是很足夠 尤其是在年青人那邊的增幅 是比上一屆的增幅不是很多 而反過來在建制派裡面的票數來講 是有一定的增幅 所以在今次裡面7月1號 我們做了街站其中一個項目 就是希望可以找多些朋友 一起登記做選民 尤其是可能是一些比較年輕 不知道怎樣進入去幫到投票的朋友 我們給多些資訊 希望可以增加多些這方面的選民 另外我們有介紹一些所謂的 黃色經濟圈的一些店 其實希望可以借助用一些這樣的方法 去跟一些建制或者一些藍色經濟圈那邊的朋友講 其實我們希望透過這種方式 去給他們的壓力 令到他們去改變一些看法 希望將來大家可以共同去建設好的社會 他們不再是那麼分化的 暫時現在比較多的都是飲食界的 因為飲食 很老實說 在香港的零售業來講 飲食是比較 最容易關注到 也是最容易找到一些生意的行業來的 這個都是香港現在經濟的狀態來的 所以我想開頭的時候 主要是集中在飲食界 這個都可能是香港的這種經濟狀況 但是我們不會排除在其他的行業 都可以發展一些這樣的經濟圈 這個其實是一些繼續 是不同方式的抗生方法的 我們之前《灣仔起步》 可能是透過一個選舉的方式 去到進入了議會 但是進入了議會之後 我們希望可能透過另一種 譬如有些經濟的壓力 又是一種抗爭的方法 或者擴大選民的基礎 這個都是一種抗爭的方法 我們相信抗爭可以在不同的環節 不同的地方 無論在前線或者後勤 或者在經濟或者政治方面 都可以給到不同的壓力 可以令到整場抗爭 整場運動可以的闊度更加闊 因為你會看到其實在近一兩個月 政府開始透過很多不同的方式 尤其是在學校裏面 用一些行政的手段 似乎 因為他們看到整場運動 很大程度的參與是年輕人 年輕人可能甚至是中學生 然後現在你看見 政府開始透過教育的部門 用一些行政的方法 開始去管制著 學校裏面的一些 對學生的一些 某程度上 可能對政治的討論的一種控制 我看到一種想壓制的一種勢頭 我現在就希望大家不要因為這些手法 無論是學生或者是老師 甚至乎學校裏面的一些行政人員 校長各方面 不要那麼容易就會受到這種恐嚇 來到跌低 我現在有擔心 他們會在這個位置 會放棄或者會跌低 而靠攏政權 或者靠攏體制那邊 我覺得這個是 我看到一個危機性 永遠都是 一場運動最重要的是 是一個韌力的 現在開始就是一個韌力的比拼 誰能夠堅持到最底 就是勝利 接下來這幾年時間 就算我在社區 其實可能我的對象 因為我自己本身都是教書的 我的對象很多時候都是年輕人 青少年的時候 可能我會透過一些這樣的方式 跟他說整個社會的政治環境 為什麼會走到今時今日 究竟我們面對著什麼的問題 為什麼整場運動 本來有一個反修例的事件 其實只不過可能是一些行政的問題 而演變成了 成為一場政治運動 當中的 當中到現在 那種複雜性 為什麼有一個 相對簡單的狀態 但是現在複雜到變成一種 政治的 這麼多不同的階層之間 那種狀態 我覺得未來 我們在社區裡面 要多一些這樣的訊息 跟年輕的朋友去講 其實究竟怎樣走過來 我覺得這件事 雖然短期 短期說的是那些半年 但是其實更長已經是散後 散後 就是說幾年前的雨傘運動之後 累積下來很多社會上面 很多矛盾 很多不同階層之間 不同世代之間的矛盾 在這幾年沒有去梳理 而累積到很多能量 在社區 而那些半年 就整體將能量爆發出來 那其實 正正就是給我們一個教訓 我們去面對社會的時候 面對社會問題的時候 我們在什麼環節裡面 開始去梳理呢 這是很重要的 絕對 我去掉 少不去掉 那時候 你有原因 要從這裡 你剛才說 雖然 要從這裡 你將什麼